11月新開的攝谷Scramble Square 裡面有16層商場合共220間店舖 最終目的要數到7間初次登陸日本的過綱龍品牌 當中包括5間食店和2個時裝品牌 這裡的糕點和熟食集中在B2和1樓 來自巴黎的世界冠軍級甜品店 首次來到日本開幕頭幾天都大排長龍 招牌的律子撻更加要拿醜才買得到 5度獲得米芝蓮升級肯定的巴黎名廚進軍烘培街 開設在日本的第一間麵包店 創業將近150年的牧村屋 是日本很出名的麵包老店 第一次開設新型店舖Kimura Milk 售賣每天由牧場食送過來的牛奶 配搭新鮮出爐的麵包簡直是一絕 由蛋包飯名店開設的新店玉子屋 主打玉子當飯 來自台灣的過綱龍參和園 有多款中式包點 各款小動物造型可愛到不得了 至於餐廳就集中在12至13樓 最具人氣的有第一次來到日本的西班牙餐廳 為大家帶來傳統西班牙菜式之餘 又融入日本的新鮮食材 製成創新的Fusion配搭 還有關東的名物文字燒 這間來自粵島的文字燒老店 所用的食材都是每天由足地直送 文字燒底層燒得焦香表面軟 一遍難忘的 多次獲得米芝蓮榮譽的 蕎麥麵名店玉兆 第一次來到商場開設分店半兆 套餐一共有五道菜 味道清淡 不會搶著主角蕎麥麵的風頭 不知道 評估